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那么多的人关心 他紧急的程度 以至于我都不是太清楚详情 所以咱们资深记者戴社长 你来报道一下 这件乐清的把老村长碾死的 因为这个悲惨的事情 首先就是二十五号 这个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早上大概九点三十分 一辆挂着安徽牌照的工程车 把一个当时浙江温州市 乐清县蒲奇镇 在桥村的那个陈尔辉主任 钱云惠压在车底下 你看这个照片了吗 对 很惨 脖子头颅快掉下来了 没想看 比较那个手伸向前方 后面就跪着的 这像是有意压的还是无意压的 其实就是说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这个照片通过微博发到网上之后 那就全国语论打滑 也可以说 因为是形成了一个热潮 就是像不仅是我们新闻人 文化人各方面的人都别评价 因为成了好多的空 好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或者说这事情本身 有好多猜测的东西 就到底 刚才像文涛讲到 到底是谋杀 还是交通事故 但是呢 当时当地政府 一出来的时候 就乐清公安讲 就是这是一个交通造势案 但是呢 钱云惠这个人 有好多的原来 有好多的故事在前面 他为了维护当地 他的村里头的 那个农民的土地 或者农民的利益 坚持了六年 三次进监狱 给挂了 给关了 光光放出来 就死在这个错棱之下 所以说呢 好多人 媒体也好 还有其他的知识界也好 觉得这事情 怎么会是呢 这么巧呢 为什么会这么巧合 这个巧合就给了人 好多的 哎呦 我是看见 要不是咱们不明真相吧 对 你要不明真相 你要相信这个微博呀 那有的微博上那个猜测啊 那就是写呼斯拉啊 说是给一群人摁住 这个老村长 给一群人摁在车轮底下 就这么压 对 但是这个 我觉得呢 可能性 就是我现在讲啊 因为作为新闻人 说是求是 包括我的记者的前方 他们觉得呢 可能就是真正的谋杀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 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这份机能还没出来了 我不能 这个我 我在这里讲一下 不能对比我什么 官方的一些官邸 我觉得某些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它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啊 而且那个你们的编导说 如果胆子小就不用看啊 但是我确实看了 我觉得非常悲惨的一张照片 看不见那个人的身体 就像 大社长说的 手是伸向前方 然后那个脸是侧着 贴在那个泥土之上的 对 所以他就是说 如果是交通事故 那个车轮之巨大 完全不是我们日常看的小车轮 非常巨大的一个车轮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以这样的姿势 贴在那个车轮之下 那如果不是 是交通事故的话 现在有没有具体的证明 小说家言很厉害 就是 那里讲的话 也是因为 现在受过人怀疑的原因 现在好这呢 昨天温州市 市委领导已经出来讲话了 就是说呢 就是原来定的交通造势案呢 就是又需要进一步的认证 同时启动两套方案 就是一个是 在刑事方面来调查 一个呢 就在那个交通造势来调查 第二呢 就是说 对那个相关的 那个一代查明了之后 有责任的就严惩不待 第三个呢 就是说 所有的调查的经过过程 向媒体公开 就自卖的特征还是不错 大家能接受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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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都在表态 好像是感觉 他们那个村民呢 对这个村长都挺有感情的 是 真是因为有感情 所以说呢 村长死了之后 大家就闹 也是因为这么闹 所以说呢 当地的公安 把有关领头闹事的人 抓了好几个 这样把事情就拨打扩大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事啊 都是故事背后套故事 就是 他这个而且呢 比如说 如果仅仅是个交通造势 那么就是交通造势 就是交通造势 可是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个交通造势呢 怎么会引起这么大 引起这么大 又是跟拆迁有关系 你看这个后头 就是说这人生气啊 他 他不是偶然的 他不是 而且讲到他用六年的时间 三次进监狱 而且这次又刚刚放出来 就遇到这个事故 所以确实我觉得 就好多的想象空间在那里 我不是想象空间 就好多怀疑的空间 猜想的空间 但是呢 有关部门有说 一些不用用心的人 挑的个别不用用心的人 挑动了一些 不明真相的群众 就这样的话 一下子把群众的东西 我看你刚才刚才说 今天都看了一篇 那个新华什么 新华视频 对 都讲到了 就是说不又简单的 那不明真相 那就告诉群众真相是什么 不就可以了吗 包括这真相背后 像你刚才文道讲的 这撤切到底什么原因 因为一个电厂 有他九百亩土地 那村民又害为他的土地的利益 原因就是 金真结可能也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 撤切 咱们这个曼利 这个很有才的女作家 能写书法 我上次听她讲一个事 讲一个字 我就挺有感触 就说这个新闻 你看我听到前半截 我还挺受吸引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 但是你一说到差 好像是个中国人 就全明白了 就好像都无需胡多问 是吗 对 我是因为要参加一个书法展 这个书法展 它是要讲说 汉字的书写和今天中国的关系 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写一个拆 为什么要写这个字 一个 这是唯一一个 真的用毛笔在反复 被书写的一个汉字 这是中国书法 现在写的最多的 写的最多的一个字 而且是壁画的形式 都写在前上 对 第二个就是全国人民 一看这个字 全部都能理解 就是 这个地方马上要面临着 旧的要被拆掉 新的要被重建 就是说 我觉得 它是今天中国最有权力的一个字 也是和传统艺术最紧密相关的一个字 你把它跟艺术 这是什么后现代 跟艺术都有关系 现在你们可能也知道 郭文娥现在在征求第二稿 那就是说车切管理条例 对这个问题呢 大家也有好多的议论 就车切 原来网上有人讲 没有车切 就没有新中国 比如说 没有我们这么车切 你们之中是吃什么呢 就宇介龙那些 就关于车切呢 除了关系比较大 包括我们现在搞的 所谓的车切的 即使好的点心也有问题 就是说你把一个农民 放到那个车切走了之后 放到一个10公里以外的地方 让他是 但是他住上了楼房 也西郊上田了 脱离了土地 但是他还要跑回去 十几里路 坐公共车去总地 这样的事情还是有 所以我就有多人觉得 那就是说 这个土地车切的问题 就是可能吧 这是下一届的中国 特别是农村的一个 核心的问题 你刚才讲到这个余建荣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算是个 公共知识问题 对对对 今年这个新秋刊 还给他颁了一个奖 那颁奖的时候呢 这个一中天 如果引用他一句话 他上去去领奖 他说因为余建荣 引起的那个事 就是有人质问他 就说没有拆迁 你们这帮知识分子 吃什么 吃什么 然后一中天说 我想了又想 我最后明白 我们知识分子 吃的是纳税人的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百年前 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 太太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 太太乐唱到仙上加仙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鲜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精彩事件 地造传奇 广汽传奇 曼丽你是老写这个职场小说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农村的这个情况 了解比较少 我确实因为我身在城市 长在城市 我对农村确实没有具体的生活经验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 其实农村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关系 非常紧密 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大量的农民 因为拆迁或者怎么样 来到城市当中 就是你日常当中也会接触到他们 所以有时候你也觉得 好像我们身在城市 但其实和乡村又紧密相关 包括我们的文学作品 我们的电影 也有大量反映这种乡村题材的 反映这电影小说 我很少见到有什么反映拆迁题材的 有吗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还有一些电影像《苹果》什么的 它不就是《农民工进城》吗 对 包括《孩子猫》什么的 对 还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叫做《农民工文学》 就是《农民进城》打工 开始写小说 写得也很好 还有一些这样的他们的杂志 也是销量非常之大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生活 其实到最后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来看 是农民进城或者城市人的生活 最后就是人的生活 人的生活有一些基本的层面 就是